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不为人知的事情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我国的沿海城市 海昌 怎么样 海昌的鱼好雕吗 鱼杆有 鱼没有 鱼群就要出现了 明白了 接下来赶你出场 我来海上这么久 就等这一天 保持联系 随时等候我的指令 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我还对海昌的组织进行了清查 发现内部出了卧底 我知道 你现在在水下 你要小心 辛苦了 虽然我们在海昌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人力和物力 才建立起这个长期信息情报站 你给我的情报非常重要 干得好 既然我们已经搜集到了重要情报 我决定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行动跃升到第二个级别 记住 这次行动的代号为水母计划 在这次行动中你拥有最高的权利 只有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记住 你的代号是钓鱼者 狼眼星 狼眼星 海昌上空出现的可疑信号能不能截获? 无法截获,他们通过专用的卫星通道传输。 马上给我联系海昌局。 楼台上的阳光风飞晒了,你要的东西我放二姨家了。 在。 亲爱的,你别生气啊,算我错了还不行吗? 别生气了。 亲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这还有事呢,晚上我再给你打过去。 再见。 什么,跟你女朋友打电话呢? 手机没电了。 赶紧走吧,大家还等着呢。 这破手机一点点都没了。 拿一手机够热的。 真没电了。 一点点都没了。 你看啊。 我看看。 真的一点点都没了。 老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有什么事? 老大说了。 来了一批新火,让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你破手机,关键时刻掉链子。 留着他有什么用啊。 走吧。 走吧。 没头上大,给我们换新的。 那得让他给我换个好的啊。 没问题,那不小事了。 哈。 提360度。 找到喝酒。 可不小事了。 deriveว уг给赶紧贵台痛返金。 ろう死 layer。 欸! 这段时间修养得不错 一定要保持放松的心态 坚持跑步了吗 每天都在跑 我觉得呢 你无论做什么事情 首先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在工作中呢 你先处理一些简单的事情 我没有简单的事 这我看出来了 你从事的应该是那种危险系数 操作难度 承担责任都很重的职业 五梅 五梅 我建议你一定要跟领导讲 减轻你的工作压力 多陪陪家人 跟家人在一起 去逛逛街 购个物 总之呢 要多跟家人在一起 喂 五梅 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马上吗 有什么问题来了再说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三个月前 海商局接到一个案子 当地的一个情报贩卖堂伙 涉嫌和境外的间谍组织的勾结 搞了点小动作 干点情报买卖的勾当 海商局进入调查后 进展不大 局面一直没打开 昨天我这儿接到报告 他们的一名侦察员失踪了 下落不明 线索几乎都断了 我们的侦察员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失踪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 现在看来海商的问题很严重 不只是情报买卖那么简单 我怀疑在海商隐藏的一个 势力不小的间谍组织 海商是我们重要港口城市 我国很多海洋科研项目都集中在那儿 不但是我国走向海洋的前沿阵地 也是境外间谍组织密切关注的交谍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某些海域的海洋资源信息在外泄 对我们国家的海洋安全是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听你决定 让你接手这个案子 去海商 我知道你的家庭还没修完 但状态不错 时间紧 任务艰巨 其他人选我心里没底 我知道 你每次心里没底的时候 都是我来垫底 是拖底不是垫底 我不了解你 我让你拖这个底啊 当然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海洋设计的领域非常广 专业性也非常强 我需要补课 补什么课 我让你去破案 又不是搞科研 敢对海洋下手的间谍 一定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力量做后盾 所以 我也希望厅里给我这方面的支持 没问题 我可以调动最先进的设备 给你最大限度的技术保障 命令已经下了 海昌专案组已经成立了 你任组长 规定时间 完成规定任务 堵住出去的 抓住进来的 挖出隐藏的 有种问题直接跟我说 人员方面有什么要求 我想知道海昌局谁负责 孙可吉 你的失定 另外 我还想再带两个人 不就那两块料吗 我都给你批了 那好 刘志军 你可以走了 时间还没到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 时间还没到吗 有新任务 武处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昨天喝了点酒 路上碰到两个流氓 我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 更不应该违反纪律 但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所以 你知道吗 那两个人还躺在医院里呢 估计还得一个星期 是吗 我还以为他们至少 应该躺一个月呢 怎么想起来喝酒了 最近状态不太好 想喝点酒 调整一下状态 行 从案子开始到结束 不许喝酒 明白 真不错呀 你看看这件 小庞 你的任命啊 已经正式下达了 从现在起 你就是数据中心 最年轻的副主任 哎 怎么样 我们这儿的硬件条件 还不错吧 好 曾主 全都是一流的设备 都是我梦梦以求的 你是厅里啊 数一数二的 计算机专家 把你调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更好地 发挥你的专长嘛 这可是上面领导特批的呀 你要珍惜这个机会 放心吧 曾主 我一定好好干 好 对不起啊 喂 房间 五处 总马上任了吗 先别高兴太早 有新任务啊 现在我过来接你 行 没问题 曾处 对不起啊曾处 那个 上面临时有新的任务 明天我暂时 不能来这儿上班了 谢谢啊 咱们去哪儿啊 机场 直接飞了 你有什么事啊 没有 随时听从组站牌 那好 我们下一站就是海昌 海昌 好地方啊 听说这两年发展的挺快的 市场搞得不错 房间 你以为你去考察经济建设 我简单说几句啊 海昌局失踪了一名侦察员 叫郑新民 现在生死不明 他是在调查一起 情报买卖的案子的时候失踪的 情报买卖的案子 都能搞得咱们侦察员失踪了 海昌局已经调查三个月了 但获得的线索不多 看来 他们是碰到了真正的对手 李厅长怀疑 在海昌我国的多个海洋项目 会成为境外间谍组织的目标 所以迅速成立专案组 让我们接受这个案子 放心吧 吴处 咱这铁三角 还有什么坎儿迈不过去的 不过这次可不是 抓几个犯罪嫌疑人 这么简单 种种迹象表明 在海昌 很可能有一个严密的间谍网 他们拥有先进的海洋技术 触角已经伸到了 我国的海洋领域 海洋 看来 这是一场硬仗 吴处 你怎么不早说 我好从数据中心 调点设备出来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些 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 并不充分 到了那以后 多跟海上局沟通 争取早日破案 明白 明白 老板 都妥了 按照您的交代 赶紧利索 没留一点痕迹 确认 您放心 保证没有留下任何后遗障 记住 以后用新人 一定要谨慎 如果背景 底细都不清楚 绝不能共识 不要给我添乱 关键是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是 老板 登船这儿 出了点小问题 什么问题 电子防卫 蒋言他没办成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办了吗 不是 他本来已经做得差很多了 可谁知道这次的登船证 采用了电子防卫 跟他们的电子档行库联网了 一下把他给难住了 那就是我这点钱打水漂了 是吧 你打算怎么办 老板 蒋言他确实已经尽力了 该准备的他都准备好了 电子档行库 他实在是进不去 哦 对了 我知道您手下不是还有那 你是在教我该怎么办 王东不敢 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周全 要不然就得出事了 跟我这么多年 连这点小道理不明白 你说得是 我找人来替蒋言 你让他收拾好东西 随时听后发落 这件事情都耽误在他手上 其中的损失费我就不收了 给他的那点钱一分都不能少 都给我送过来 你听明白了吗 我明白 去吧 王总 华雅海洋资源开发集团的 首席执行官苏茶班先生要见您 人在哪儿呢 在休息大厅 你让他去我的办公室 我一会儿就过去 好的 王总 王总 我最近身体一直不大好 上次跟您说的那个事 什么事 就是关于我工作的问题 我知道 你是说要辞职 是吗 那我现在正式跟你宣布 我不允许你辞职 家儿 我一直认为你在海洋俱乐部工作 都是最合适的 另外一个 作为一个小女孩要懂得感恩嘛 对吧 你说去年我们俱乐部那么大一个买卖 因为你的一点失误 损失多少 我非得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我还出面帮你来摆平这件事 所以我希望 你能够明白我的一片心意 是吧 好好在这儿干 踏踏实实的 不要有其他想法 可是 王总 我 没什么可是 去 你去跟苏先生说 我一会儿见他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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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师姐啊 一路辛苦啊 进步够快的 哪儿 我再进步也不如你啊 你这上级领导把控全局 我呢 只是在地方局做做具体的工作而已啊 那也是为真一方啊 不敢不敢 我已经接到了李廷良的电话 让我全力以赴配合你的工作 我来介绍一下 孙克勤 孙局长 你好 朋友 你好 刘志军 你好 你好 这俩小伙子 师姐啊 一看就是你得力的干将 你们一路奔波很辛苦 是不是先休息一下 还是先碰个头开个会吧 好啊 来来跟我来 走 孙先生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 你好啊 阿龙好 你好 孙先生 见你一面可真是太不容易 哪儿的话呀 你嫌我们是妙系啊 所以不爱买 请坐请坐 坐坐坐 孙先生今天大家光临 请问有什么指教 我这次来 是想跟你谈一下合作的事情 好啊 我们海洋俱乐部 一直期待跟很多跨国公司 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我们 讲缘分 重诚信 求双赢 好 好 王总 那我先出去了 把门带上 王总啊 嗯 你知道 我知道 苏先生接下来一定会有大手笔 大手笔不敢当 但盘子很大 操作起来很难啊 这次想跟王总合作 求个双赢 我听说下个月 中方有一个海上的合作项目要启动 王总 王总真是消息灵通啊 这不是什么新闻 算不上消息 那王总觉得 什么才算是消息呢 我们是三个月以前 接到了省厅的指示 寻找泄密员的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我们海上局有个侦察员 郑新闻同志 也就是你们看着这张照片 突然跟我们失去了联系 到现在呢 一直也没有联系上 你们没有应急保护预案吗 根据我们的计划 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 避免引起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我们暂时中断了 跟他的一切联系 有什么情况 都是他来找我们 在他失踪前用公寓电话 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 在期间设置好了的 云留言中里说 情报放在新的联络中 没等把话说完 他就转移了话题 我想听听他最后一段录音 路台上的阳光棚被拆了 你要的东西 我放好一家了 亲爱的 你别生气呀 算我错了还不行吗 电话阿姨中的寒意 缺电了吗 快点 在这儿 我已暴露 我的手机已被监禁 情报放在新的联络里面 郑新民的手机没有定位装置吗 这就是郑新民的手机 是我们在广场附近的岸边发现的 庞进 交给你了 你知道我不抽烟的 就当陪我抽一只了 不啦 我没你那么多烦心事 不过我劝你也不要抽 烟可不是我们女人的好朋友 去那边坐会吧 我看你倒是像有什么新事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 一天到晚总我忙不完的工作 有点累 要我说呀 你们那个王总就会欺负老实人 扣门都扣到家了 明明几个人做的事情全推到你一个人身上 奇怪了你也愿意 要不你跟他提一提 让他也给你找个秘书 有个人能帮你 也能心里分担点 我还是别做梦了 他是根本不会给我找秘书的 好了不提他了 我倒还是挺羡慕你的 你们老板看起来挺绅士的 表象吧 天下乌鸦一般黑 老板都一个德行 你不知道我们那个苏总 一天到晚神神叨叨的 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防人跟防贼似的 好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可能老板都这样吧 我也只是一个小打工的 也不想知道老板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我就想着能够本本分分地工作 快快乐乐地生活 行了 咱俩别说他们俩了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手机自带的内存里可能还有点东西 从目前的情况看 郑熹明同志不仅仅是身份暴露了 很可能是间谍组织已经对他下了黑手了 吴重 您现在下这种结论为时过早了 郑熹明同志他只是暂时地跟我们失去了联系 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了 那并不能代表他已经牺牲了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你想想 他们为什么要把手机扔在水里 是单纯地要切断他跟外面的联系 以我的经验 我觉得郑熹明同志凶断几手 据我所知 探索一号考察船 最近要出海了 这么大的事情 王总不动声色 是不是早就胸膜成竹了 苏先生也对这条船感兴趣 我对那条船不感兴趣 我对船上的深海之虫感兴趣 如果我想得到深海之虫的实验数据 我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想你应该知道 深海之虫是最新的水下探测器 要得到它的数据的人不少 不会太便宜 王总对航情还是很清楚的 现在大家都盯着海洋情报 凡是跟中国沾边的海洋研究成果 在市场上总不去买家 但是我这个人不贪 就希望在这里面分得一杯羹 就足够了 是有偿的 既然王总愿意跟我坐下来谈 为什么不能痛快一点呢 您什么意思 我是个生意人 做生意很简单 就是讨价还价 既然王总想求双赢 就不想听听我的报价 很想听啊 三百万 水太浅 走不了船 三百万你还嫌不够啊 说心里话 真的 不给我买路的 王总 如果你觉得三百万还不够的话 那就请你开个家吧 我刚才说了 深海之铜 是目前最新的水下探测器 需要得到它数据的人很多 咱们痛快一点 三百万加倍一下怎么样 实话告诉你吧 我的承受极限是五百万 如果王总不能降 我也没什么办法 很遗憾的 那我们只能就交个朋友了 买卖不成仁义在 以后机会大爆 五百万已经很高了 再说了 将来我们还要继续合作呢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风险 它的风险不能用钱来衡量 王总啊 江湖是当规矩我懂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跟我合作没有任何风险 是吗 如果你答应的话 现在我就立刻支付 百分之二十定金 六百万 定金百分之五十 那就免谈了 我王某人从来不愿意 勉强任何人 以后再说吧 来 喝茶 喝茶 佩服 佩服啊 来呀 哎呀 要不然 有很多人说你王总是钓鱼高手啊 看来王总已经算出来 我不会拒绝的 我只算上 我只算上 不算上 好 就按你说的做 这是我的海外银行账户 好 孙局 这个照片既然出现在郑幸明的手机里 那很可能是他跟郑幸明的事总有直接关系 想办法马上找到他 曹丁 马上不是人 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人 上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我想问一下你们酒店三层咖啡厅的云业时间 早茶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半结束 我们咖啡厅提供客房服务 好 谢谢 不客气 蒋妍 你尽快把你手头的资料准备一下 明天老板派人去拿 东哥 你不过来了吗 老大派谁来 我怎么跟他联络 他会跟你联络的 你就等他电话吧 一切按他的指示办 好吧 那我把东西给他之后怎么办 你等我的消息 我会尽快为你弄笔钱 你先到外地躲一段时间 谢谢东哥 这次都怪我 不仅没帮上你 还给你添麻烦了 别这么说 你是我兄弟 对 好了 那你尽快准备一下吧 比特森先生 好的 这边等着你 谢谢 王 您好 您好 彼得森先生 探索一号就要出行 我要再次确认一下 你所负责的准备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 我的人会准时出现在探索一号生 你确信不会再出问题了吗 您放心吧 好 我放心 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一次 我们在这次行动上投入的时间 人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巨大的 必须要做到100%的保险 所以您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深海之铜是中方最新的研究成果 他的测试情况总部非常关注 这次随船监视行动 只需要确定他们的勘测能力 确定他们的能力是否对海底的潜航设备 构成危险好吗 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 深海之铜在68号海域进行测试 是否已经影响到我们了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记住 你的人只负责监视 绝不允许擅自行动 明白 王 我相信你的能力 不过我近来 听到了一些刺耳的传闻 有人想利用我们在海昌的资源 谋取私利 我想这不会是真的吧 怎么说呢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叫数欲尽而封不止 我在海昌工作这么多年 您还不了解我吗 王 先不说这些了 我预祝你们这次行动圆满成功 用一句中国成语来形容 在遇而归 谢谢 进来 进来 王总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吩咐的话 我要下班了 下班吧 王总再见 晚安 晚安 来 我来取东西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在什么地方 我把东西给你送过去 不用 我会去找你 我会拖职 老婆 你回家 永远 可是人来 我会去 只能这是 我们是从华莱大酒店的监控录像中 发现了目标 他昨天登记入住的 他登记的名字叫蒋炎 身份确认了吗 不会有 他敢入住酒店 或许他跟咱们一样 不是本地人 对周围的环境比较陌生 再或许他是个新手 经验还不够老道 不懂得隐藏自己的行踪呢 关键他没想到 咱们能找到郑清明的手机 更不会想到 手机里面就有他的图片 不管怎么说 既然目标出现了 我们就应该立刻抓捕 也许在他的身上 能找到郑清明的下路 头队 马上集合人员 准备出发 是 武处 我带着你去抓捕 你留在总部指挥 好 你们俩就协助孙军 好 出发 谢谢您好 你有什么需要吗 看下单 不用看了 来杯咖啡 来杯咖啡是吗 来个忠实点心 忠实点心 还有其他需要吗 是呀 好 你稍等 客气 你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容易辨认的特征 我怎么把东西给你 你不用管我在哪儿 你也不需要见到我 在你身后的走廊右边 有个洗手间 你把资料放到里边的垃圾桶里 其他的事件 你就不用管了 你不锬架 你不锬z 那两天 在你时天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你先进去了解一下情况 确定点让人可以是知否 听我的命令 是 小莫 小窝 你们手术酒店的后门 一方万一 是 走 新局 164发现没人 闲人正在三分咖啡厅吃东西呢 好 新局 闻聂 你们先省上搜查一下闻聂 走 咱们到咖啡厅 你已经被国安局的人给盯上了 想要活命的话就按我说的做 你马上去咖啡厅的后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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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你好 九二后门再来 前面执走 店长 好 谢谢 不客气 感谢二位光临 先生 你好 您好 您好 小姐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见过这个人吗 妳刚才见过这个人吗 正在词上 很吓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